大家好啊 现在是下午的17点的22分哈 今天是多少号 我想想啊 2021年的3月1号吧 周一哈 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 3月的第一天啊 现在有一个消息出来了啊 这个毛泽东的女婿 这个他毛泽东跟江青的女儿李娜吧 其实那字我认为念呢啊 君子叫什么 敏于行而那语言啊 就叫他李娜吧 因为很多人都叫叫他李娜 他的老公叫王景青 今天在北京去世了 享年94啊 94这老头 哎有照片 94啊 王景青和这个李娜呀 是通过那个谁 通过刘少奇的儿子刘元 给介绍的啊 这个王景青好像原来中央警卫团 或者中央警卫局吧 基本上中央警卫团 中央警卫局也一码事啊 是那的一个退役军官啊 然后这个刘元呢 本来这个是把刘少奇是他亲爹啊 刘少奇是被毛泽东整死的 这不用说呀 死的还非常惨 可是呢 这个刘家呢 是吧 还想继承一部分所谓的政治遗产 不想在红二代这里边缺席 不想被啊 被出局 所以还得跟毛家和解 好像那个王光美吧 还请过一次课吧 把毛家的李敏呀 李娜呀都请来了 还一起吃了顿饭 还跟人家主动和解了啊 后来王光美好像比较烦周恩来 认为周恩来玩的是两面派哈 这个 这个这个叫川剧叫变脸哈 哎 反正在当初在刘少奇这件事上 是吧 一把手看不顺眼的 不管你是二把手三把手 在政治上失败了 也别怪别人落井下石 树岛胡孙散对吧 这没办法 我们查查王景清哈 看看他的资料啊 王景清 出来了 王景清是 我看先看啊 百度百科的吧 陕西榆林人 1927年出生 1927年那到今年2021年94 也许还没过生日 可能周岁93 27年生 2739516375 属兔的啊 如果是春节后生的就是属兔的啊 榆林人 那他是啊 陕甘宁的老陕甘宁的啊 这个榆林 离延安 离隋德 是吧 都是陕北这一片吗 他是毛泽东的女儿李娜的第二人丈夫 这个他们俩没孩子应该 李娜跟他的前夫 就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小服务员 一个东北人 长得漂亮 能说会道 生了他们的儿子 他们的儿子我想叫什么名字 后来随了这个王景青的姓 好像姓王 名字我现在不记得了 但是 工作很一般 就在亚运村 亚运村这个North Star Group 北陈集团 北方的星辰的集团 北陈集团就是亚运会开过之后 那些场馆呀 什么这个五州大酒店呀 什么这个这个会员公寓呀 就那个 这个他是在五州大酒店 在那当一个 housekeeping department 这个waiter 就是客房部的服务员啊 那个五州大酒店也是我的客户 我认识他们行政部经理 钱大哥啊 那是我的姓钱的 是我的客户啊 后来这个李纳呀 和这个他的第一任老公 就是中央办公厅那个服务人员呀 俩人是在江西井冈山 是这个中央办公厅的那个五七干校 在一块下放劳动的时候认识的 因为他是公主嘛 毛泽东的女儿 没人敢接近他 所以他挺大岁数了 正好遇到这小伙子 可以说俩人是干柴烈火一拍即合呀 然后等大家发现他们俩好上的时候 他已经实际上李纳应该都怀有身孕了 然后就有点奉子成婚的意思 很快就结婚了 结完婚之后 我据听说啊 据听说他怀孕的事都没告诉他老公 那会感情已经出现问题 已经有裂痕 已经破裂了 后来很快就离婚了 当然那个小伙子叫什么名 现在资料查不到 就知道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服务人员 东北人 这个王景青啊 担任过毛泽东的卫士 这个后来这个1949之后 曾任这个昆明军区 下属的云南省军区 再下属的怒江军分区的参谋长 那这么看级别不高 那这么看级别不高 参谋长应该顶多是个富士级 也可能就是个正团级啊 看他的级别 怒江啊 怒江现在叫怒江州 叫怒江那个怒族自治州吧 怒 怒就是黑色 啊 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 藏语就是纳 纳曲就是黑色的河流 啊 然后云南有个民族叫怒族 其实的意思和藏族的纳 就是黑 应该是同一个意思啊 啊 这个王景青还当过刘少奇的警卫 后来有毛泽东的警卫员啊 后来他们搞了一个社团 叫中国红色文化 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 他们都搞这种什么 那个延安儿女联谊会 什么黄土情 都是这些高干子弟 这些红二代红三代 他们都有自己的组织 也分好几个山头 有的时候也 也这个互相的那个 叫什么呀 这个这个嫉妒啊 互相吃醋啊 也是分崩离析 也分好几大派 啊 这个 他1940年40年13岁就参加八路了 那是娃娃兵啊 孩子兵 他跟李娜一块过了30多年啊 不过他这个毛泽东的女婿 好像都是毛泽东去世以后了 是吧 毛泽东76年就去世了 到现在都40多年了 应该是八几年的时候 这上面 我记得是刘少奇的 儿子刘元给搭着桥啊 这上面又说是李银桥 毛泽东原来身边的人 给他们搭着桥 牵着线啊 1984年 说是在毛泽东原卫市长 李银桥夫妇的热心帮助下 李娜和王景清结婚了啊 王景清是李银桥在中央警卫团的老战友 那84年 这个王景清是27年的 他那会儿都57了 那他应该也有个婚姻 可能是离异或者丧偶啊 王景清是神木县人 榆林地区神木县 后来给调北京来了 因为他娶的毛泽东的女儿 多少还是照顾他 给他调到北京卫戍区 也不叫调 就在这养老了 北京卫戍区第二干修所 离休了啊 对 就是 李娜跟前夫生的那孩子叫王孝芝 孝 孝绿的孝 芝芝麻的芝 就这张合影 就这孩子 武州大酒店的客房服务员 后来也得做点买卖吧 多多少少也得沾点光吧 也不能一辈子就给人家抖单坐床啊 是吧 客房部的那个用语 抖单坐床 啪啦一抖那床单 把那床弄得平整 这叫抖单坐床 83年他去北京 和他的老战友李寅乔夫妇重聚 然后认识的江青的女儿 当时是中央警备团 团长叫刘辉山去世 我在去北京八宝山调宴的路上 遇到了曾在中央警备团 一曲工作过的毛主席的卫士长李寅乔 李寅乔便提起了从小看着长大的李娜 后来办婚礼就摆了一桌酒席 邀请了叶子龙 李寅乔夫妇 以及中央办公厅的几位领导参加 李寅乔叶子龙都是毛泽东身边人 王景青什么都干 八四年八五年结婚 买菜买粮做饭 修门窗拉煤块 这个江青的女儿还是小姐吗 是吧 阔小姐啊 即便这个叫什么 落泼的凤凰不如鸡啊 但是啊 这个 还是架子还在那摆着啊 他不会做饭 李娜比王景青小13岁 那李娜今年也81了 那应该是四零年生人 四零年 王景青还写了一本书 叫神府红军游击队 就是神木和福谷两个县的游击队 到榆市神木县福谷县 等陕北啊 走访老革命啊 这个李娜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啊 北大历史系的 李娜的文革的时候 多年轻啊 才26岁 要66年算的话 解放军报总编 对吧 后来又北京市委副书记 兼着平谷县委书记 这不都是仗着毛泽东吗 这也是特权 李娜晚年啊 小时候身体就不好 有肾病啊 有好多病 他们去305医院看病 周恩来就死在305 305就是中南海北门对面 一个胡同里 那个八口有一个交通队 还有一个中央警卫团的一个营房 往胡同里走 叫305医院 我往中南海送货 就走大西门和北门 北门是国务院 大西门是党中央啊 党政分开 南区北区分着的 他们那个旁边 就北海公园 还有那个北京图书馆的那老馆 那个分馆就在那啊 往西 就是北大医院的 这个妇产课就在那 再往西 然后 马路南 马路北都有那个严吉冷面 还有那个国管局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往西 南黄城根 南街 东西黄城根 南街 华国锋 住那个后院里 啊 然后往北西黄城根 北街 有39中 啊 有这个西四交通队 有精华印刷总厂 有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这都是我的客户 然后北街上面还有中央办公厅的机药局 还有中央文献研究室 原来的毛泽东选集编撰委员会都在这一片 再往北就是四中 还有一个全国人大的新闻中心 全国人大的新闻中心原来那个地方是中央国家机关信件交换处 后来出了事了 搬走了 那个信件交换处 这王景青还买一三轮 蹬着三轮带老伴看病 真那么惨吗 好吧 朋友们先聊到这儿啊 那个待会儿再聊别的 谢谢了